欢迎回来5C股市同学会 听说道琼昨天跌很惨 但是我怎么惊天台股没感觉呢 好台北股市今天是开平之后 居然向上大涨 盘中正高攻到了17741点 中场还拉了34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台积电 整场很强势就算了 尾盘还收最高 台积电呢两红吃五黑 收在最高价615块钱 尤其今天呢水手们都回来了 今天呢这个货柜三雄的成交比重 来到了两成以上哦 万海还一度攻到了掌平板 今天要法术会了 12月份耶诞旺季 塞港的状况有没有缓解 还说更紧俏呢 会看这个法术会的最新内容 那我想先请教赵丽老师哦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在上周 17986之后急跌 不过呢这四天的红黑棒哦 当然呢股民们是很开心没有错 不过我就觉得有点怪了 为什么这几天我们跟美股都没有联动 美股明明跌 我们不跌还大涨 要不要有一点点提防 是不是有什么怪怪的讯号要发生了 对 没错 假如说我们先看美股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啊 其实美股四大 总共有五大指数啊 除了肺半之外 肺半是没有跌破最近的波段低点 对 其实你比如说像道琼 S&P500指数啊 或者是NASDA 乃至一道罗素2000 其实它在今天的收盘 其实都是跌破近期的波段 对啊 它是下跌的一个走势哦 那你看台股的波段反弹是连四种 这个真的是很强哦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今天来讲的话 领军最主要还是在半导体的部分 半导体对 对 比如说像台积电 相对上来讲 今天真的是蛮强势的啦 还有一些记忆体的部分 像南亚科等等这些的股票 那再加上跌升反弹的一些钢铁 或者是航运 那其他的中小型股的部分 之前涨多了 其实今天的回档修正蛮大的 其实你看上次的指数是这样 创了这个波段的高点 可是呢 上跪的指数今天是跌的 大概跌0.4% 所以就是代表 中小型个股的部分来讲 确实结构上来讲 不是那么的健康啦 就是说你今天看上次的指数涨好了 因为台积电涨15块 对 都给他涨了 对 就几乎都他涨了 再加上货归了 其他几乎都底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指数看起来 这样的状况看起来问题不大 不过类股的结构 或美国的股市来看的话 其实台股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啦 当然之前跟大家讲过 17650这个地方 你必须站稳啦 至少 17650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高点附近嘛 就是这个长黑K棒的一个高点附近 那你要站稳三天啊 假如说你可以站稳三天的话 那我觉得理论上来讲 就有可能再往这个地方挑战 可是假如没有的话 有可能指数还是 不脱离乡型整理的一个格局的 老赵丽哥老表示说 台北股市虽然短线上面出现了 四根的红K棒 可是还是要站稳17650 至少站稳三天之后呢 再来观察 才可以比较乐观 大家呢 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走步步为营了 不过想问一下赵丽哥 其实啦今天盘面上面呢 护国神山群呢 虽然没有一起发动 不过呢是 每天轮番有人出动来吻盘 今天轮到的就是 最大支的股票台积电了嘛 台积电尾盘是收最高 那尽管今天贵买指数 中小型股之前涨多了稍微做压回 不过我们从12月份在台北股市 比较状况不明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出现跳出来吻盘了 是不是说半导体 假设说中小型个股要稍微休息的话 半导体这些大型的股票 甚至相关的族群 其实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呢 对 没错 我想当然啦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子类股当中 其实现在对于明年的一个展望来讲的话 除了电动车之外 另外一块 其实基本面展望比较清楚的 大家疑虑相对比较小的 其实就是晶圆代工这一块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晶圆代工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全球的半导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部分 那WSTS上修 三度上修今年的成长率到25.6% 它是创下新高的水准 就是说它的一个规模 市场规模的部分是创下新高 那成长了25.6% 那明年呢 明年预估明年大概只成长8.8% 其实这个出现了一个现象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我们就现在来预估明年好了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在今年的时候 今年比去年YOY成长了25.6%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年半导体的股票 几乎除了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是之前1月份涨太 去年涨太多涨到1月份 建高之后就开始整理 对 不然其他的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的不管是晶圆代工 IC设计 封车 或周边的设备等等 其实很多的股票 今年初以来到现在都大涨 都是大涨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成长性真的这么高 今年跟去年同期比较 好 那以明年来 现在预估明年来讲 它只有8.8%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今年YOY成长25.6% 明年的YOY成长8.8% 是不是成长的曲线 斜率变比较少了 少的状况之下 未来你会发生一件事 什么样的事情 半导体里面 其实悬股的难度 它会越来越高 因为成长幅度有限 不是说大家一起涨了 对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好了 你可以发现 几乎跟半导体有关的股票 几乎都大涨了 因为25.6%的成长性是很高 一年 那基期天高只有只剩下8.8%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现在 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 半导体它当然还是主流 主流之一 因为它的成长性还是很高 它的产值的规模 还是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因为成长缩小 所以难度会变高 那我想问一下赵立哥 如果说半导体 它的年成长幅度缩小 你说旋骨的难度就更高 在半导体的族群里面少 那我就分成两个来问 第一个是说 我要找可能明年度 它的成长幅度 会超出其他统业的人 或者是说 它今年没长到的 比较会有机会的 对 没错 好 那你看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那这一块来讲 比如说像通讯 云端 测用晶片等等 其实测用晶片这一块 还是非常的一个缺 那当然这当中的指标 只要以晶圆代工来讲 不外乎就是台积电连电 或世界先进 那以价位 以所谓的一个位阶来看 其实台积电的位阶 相对于连电是比较低的 因为台积电今年一月建高之后 到现在它都没有创新高 你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233年 这个是在今年一月份 679的时候 对 那现在 其实它都在整理 那你看连电 对 你看2303的连电 你看连电的部分来讲 从今年初 可以给它一点时间 还有给它一点时间 对 你看 现在其实在高档的 对 一月份你看的时候 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把它缩小 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股价在这个地方 对 到20几块 那现在是创新高的 对 所以现在来讲理论上而言 台积电应该会有一些 比价的力道 因为假如说连电 或者世界先进还要涨的话 其实台积电要再涨 所以今天的墙涨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应该问题不大 就是说它应该是有震盪 何况指数小孩 真的要攻1万8 台积电这种也是要 好 那另外的当然有联发科 有日月光 有南亚科 跟所谓的精彩的一个部分 好 那当然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当台积电今天开始 陆续的一个转墙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之前涨的 你比如说像6196的凡轩 凡轩 对 你看一下 最近来讲的话 其实设备 对 没错 设备的股票 你看出现大涨的一个涨势 它比台积电还快 另外你像2338的光照的部分 2338 对 光照的部分也算强 你从今年1月来看 其实它也涨很多了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3374的 精彩的部分 好 3374的精彩 对 没错 形状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 形状不一样 1月在那边 它是不是跟台积电比较像 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 所以假如说以供应链来讲 其实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当然它不是只有 股价位阶的一个关系 而是说 它的成长性怎么样了 今年的成长性没那么大 可是明年 因为它要扩长 所以明年的成长性 相对上来讲会很大 第二个来讲的话 台积电不管从5奈米 到甚至于3奈米等等 其实因为3奈米 在明年下半年也会量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于它的一个高阶封测的部分 肯定是有帮助的 那因为股价的位阶低 所以台积电持有它41% 那另外的 它最主要就是CIS 影像的感测的 封测的一个部分 另外的台积电又要赴日本 设金源厂 以及封装的一个研发中心 所以对精彩来讲的话 其实它都非常的一个正面好 那我们看财报数字 第三期EPS 2.16 前三期的部分来讲的话 5.25是创下了同期新高 第四期来讲的话 预估也有机会 优于所谓的上半年 就是说上半年 下半年的部分的业绩 应该会优于上半年 那另外一个 车用的需求成长 那你看一下 外资最近这三天 居然来买的 居然在买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股价来讲 也占上了均线 这种形态来讲 其实你看量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好 我们放大一下 把这个再拦一点 对 你看一下 这个从低廊以来的时候 你看一下形态的部分 基本面未来涨幅没有问题 成长性我觉得很高 那第二个来讲 你看一下量的部分 大量区对不对 这个是大量 低点没什么跌破 对 大量好 现在又开始重新 占上大量区 就是它的大量都是红棒 拉回来整理量 这样说之后现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有机会 搭配台积电的一个转强 好 赵立哥认为 精彩明年的爆发力强 有一部分来自于 这个车用的部分的应用 讲到车用 赵立哥认为说 其实后面几年 半导体跟车用族群 就是大家可以留意 成长幅度比较快的一块 的确 尽管说最近马斯克 很多的消息是有多有空 然后他的一番的言论 也引起了新链计划 相关地轨道卫星概念股的疑虑 不过似乎不太影响到 他在这个股民们 甚至他的粉丝们心中的一个地位 我们开玩笑说 昨天马斯克讲 大家不要买那个 抢翻天的苹果布 他要出一个马斯克的哨子 50美元就马上卖完 之前他好像出过那个 红色的短裤嘛 对 也是马上卖完 其实赵立哥有讲到了 现在车用的这个股票 强势地涨完之后 可能稍微休息 可是有一些个股 在低档的 题材有的很有机会 包含了进棚 还有最近强势的 这个电磁概念股的金星 汉磊还有佳金 各自的这个利多都相当的多 除了马斯克的特斯拉之外 大陆也出现了造车三雄 包含了小鹏 理想跟未来 我记得我上次做过一个资料 是10月份的交车 已经创下新高 就11月份还继续地创高 小鹏的股价 波段创高之后呢 拉回了7% 不过这一段以来 是涨了68% 那我想请教一下赵丽哥 对这个车店族群而言的话 最近我们上次的题材 大家可以来留意 那之前已经涨多的个股 我们不敢追的话 之前赵丽哥已经提醒过 大家可以留意进棚了嘛 对PCB的部分 那其他的题材 还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机会 对 没错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在除了美国之外 特斯拉 Lucid等等这些之外 其实大陆的电动车 确实出货量越来越多 你可以看到 未来11月份年增1.1倍 小鹏2.7倍 理想是1.9倍 其实这样的一个成长性的水准 是非常高的 那当然明年来讲的话 肯定会更好 后年基本上来讲也会更好 可是他们是因为 他们要节能减碳的关系 所以就狂推电动车 对 其实全球都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才说这一块来讲 它是一个逐梦踏实的一个部分 只是说有些股票确实它涨多 它就容易出现回挡修正的一个手势 那这个是11月份跟10月份 这个好可怕的套征 10月份就已经很强了 对啊 所以你看11月份 对 所以这个都很强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你来看一下 女股神也回头加码 好久没有看到她的名字了 之前是因为她操作台积电很神勇 对 没错 没错 好 来 你等她你看 她回头加码了比亚迪的部分 ADR 那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在今天来讲 又有一则消息 就中国A50的部分 其实新纳入三档股票 其中有一档就是异为离能 就是做离电池的 对 没错 那下一次来讲的话 有五档里面 有三档跟新能源有关 有可能会被纳入 也都是电池的 对 所以没错 所以说其实你来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 其实当然这一块来讲的话 有些股票涨多了 你当然不要去追 那可是有些股票 真的没什么涨到位阶低的 未来展望是不错 你当然可以留意 那小鹏他们也 其实也讲到 其实现在市场的共识的部分 在车用晶片 对 跟电池的部分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缺 好 那电池的相关类股 昨天赵丽老师有说到 这个美其马聚合 跟康普大涨之后 可能短线上面 投资人比较保守 不敢做留意 尤其跟电池相关的 之前有讲到这个 隔离模的部分 也是有用在这个 车用的电池里面 赵丽老师 你今天列出这四档股票 有没有什么要关注的重点 对 好 列出来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可以看到 美其马聚合 明基材 农科 这些都是离电池的 一个材料的部分 那你看一下 这个是美其马的EPS 去年整年度 那今年前三季 今年前三季 确实有成长 对 这些来讲的话 其实都比去 今年的前三季 都比去年来的成长 对 那成长最大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以农科为主 是 去年整年度0.2 今年前三季 就2.77 对 那假如我们从 评价的角度来看 你从它本益比的角度来看 你看它赚3.46 股价 股价 对 昨天手板160 它赚1.8 65.9 那它赚2.77 48.7而已 那好 那明基材的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会觉得 它的评价好像也蛮低的 2.21 38.95 对 那张立哥我想问一下 就是以明基材来看 它今天早上冲高之后 感觉一度有想要挑战 前波的那个高点 可是冲到了42.4块钱之后 就留着上影线 短线上面往前挑战 前高的压力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来讲是压力啦 是压力的喔 对 因为今天来讲的话 有媒体写啦 写陡大的一篇 写很好啊 写很好 可是我跟他的报告 其实它偏光板的应用 基本上都用在 偏光板的部分都用在面板身上 大概占它的营收比重 大概有七八成以上 那车用的部分的隔离膜 占它的比重 其实说真的低啊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反而会有新人士趁力多 因为现在大家对面板 未来的展望相对上来讲 不是那么乐观 不像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那相对上来讲你比较乐观 那容科的部分 它就比较单纯了 它就是所谓离电池的一个部分 来讲的话 那铜箔的部分 那车用铜箔 刚刚所提到 电池需要用到所谓的铜箔的部分 所以铜箔的需求 会大幅的增加 那客户也有标准的铜箔 转向中高阶的铜箔 那它也是绿色电子的 一个材料领头羊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铜箔的部分 需要用到铜 那它的铜的部分来讲 是来自于回收的铜 所以它自己也在做 检验能环保这一块 那另外的来讲的话 其实李长榮旺公 持有它62%的股权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部分 其实大家有发现 当然这个地方 它是减资 减资完之后 现金减资 那今天来讲的话 是除息 现金除息 所以就是说 你以一般正常的角度来看 公司会现金减资的时候 股本是不是会缩小 那其实筹码会相对上来讲 比较安定 那有EPS的话 因为股本小之后 假如你的获利出来的话 就是说获利增加的话 其实你的EPS增长的幅度 会更大 所以理论上来讲 公司派是偏多的 就筹码面或公司派来讲 或者是就EPS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相对上来讲 这种股价应该创新高的机会 都还是非常的一个大的 好的 以上是赵丽老师 今天针对大盘 包含了我们台股跟美股的 联动关系 还有台积电表现的 联动半导体族群 相关的个股观察之外 也针对电动车题材里面 比较还没有涨的 但是业绩很好 这个评价被低估的 个股所做的观察了 如果说你对操作 你手中的持股 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或者对半导体族群 跟电车族群有兴趣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赵丽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他加个LINE班的持股问题 跟他请教还要讨论了